现在看到台北县有富人摔伤手送衣了 但是却因为她手上有带着价值十万元的玛瑙手镯 用尽各种方法都拿不下来而无法开刀 最后是请来一宵帮忙 要用这个切割器硬生切断 不过因为这个手镯是女儿送的礼物 富人相当不舍 虽然断了还是随身带着 一宵拿着切割器笔画示范 现在切的是玻璃 但前几天切开的可是价值十万元的玛瑙手镯 一名富人在家里摔伤手挂急诊 却因为着手腕的手镯拔不出来 无法就医 消防员只好用切割器切开手镯 才顺利动手术 找不到适当的工具 那后来又打电话回来对部 那我们才带切割器过去那边切 价值十万的玛瑙手镯是女儿送的礼物 如今为了就医 顾不得手镯先救人要紧 要切之前我有问家属 说真的要切哦 因为我看那个东西是蛮贵重的 但是我们不能说 一开始拿来就给人家切了 所以我又问那个家属 问他应该是他的儿子 他说切啊 因为没有切没办法处理 在移销的帮忙下 富人顺利切开手镯进行手术 虽然十万元的手镯已经断成两截 无法回复 但这当中有女儿无嫁的心意 富人说还是会随身带着当纪念 中天新闻林玉峰 曾俊璋 台北报道 的 有 来 谢谢大家